所以这位尹熙岳检察官如果上任了韩国总统 我们还是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迎接他一段时间内的胡作非为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报名说 这期的话题和说一说东亚的局势 韩国访华的检察官可能当选韩国总统 不过就算他再怎么折腾呢 我们也不在乎 2022年的3月9号韩国就要举行总统大选 总检察长出身的尹熙岳支持率是一马当先 这位保守派能够得到超出40%的支持力 这和韩国社会的现实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尹熙岳对中国的态度 需要我们对3月以后的中韩关系保持警觉 根据有关的调查 检察官这个职业在韩国社会是比较 有特殊性的 他们往往喜欢搞倒政治人物 而且越大越好 并且把这个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重大成就 当然了 检察官如果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反腐上 那对全社会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如果一个群体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 事情就会向反方向发展 另外检察官往往是美国用来控制盟国政治格局的一个力气 著名的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本部就是个点心 韩国的检察官制度也是深受美国的影响 权力很大 所以当个总检察长的尹熙岳有足够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来竞选韩国的总统 检察官制度的是韩国的内政 我们现在回头的说说 这个尹熙岳在他担任总检察长的时候 就因为发布反华言论 遭到中国驻韩大使的直接撞文批评 这个在中韩关系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那当时尹熙岳说了什么事 使得我们中国大使直接批驳他 我们来看一下 2021年尹熙岳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的采访 他说只有韩美关系巩固了中国等其他国家才会尊重韩国 他说拜登政府下定决心要用尖端技术打压中国 韩国的态度如果与美国背道而驰 就难以正常展开国际商贸活动 若要韩国撤走萨德 中国应首先拆除部署在其本国边境的远程内达 所以中国大使才发表了中韩关系 不是韩美关系的附属品这样一篇文章 来拨持他的言论 从现在的民调结果来看 尹熙岳当选下一届韩国总统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么这样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当选了韩国总统之后 肯定会采取一定程度的访华政策 考虑到韩国政治文化的不成熟 这种反华政策可能会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出台 根据目前的报道 推测尹熙岳上台之后 首先他不会主动找中国的麻烦 而是要找现任总统文在寅的麻烦 2月12号尹熙岳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明确的表示 当选后一定会彻底的核查文在寅政府的舞弊行为 这个态度引发了文在寅的极大的不满 要求尹熙岳道歉 不过根据韩国历任总统的下场来看 尹熙岳是肯定要下手的 另外这个尹熙岳还要面对韩国的激烈的这个男权和女权的关系问题 如今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激进的女权运动 可是韩国的女权运动是最极端最没有理智 所以才会发生年轻的男性投票给尹熙岳这种保守主义者的现象 他上台以后必然要和极端女权发生激烈的冲突 那么中韩关系会计如何呢 其实这也不是尹熙岳能改变的 韩国的军事受美国控制 经济受韩国的财阀控制 所以此前的韩国政客不是没有尝试过 用中国话题搞事 但是遭到了淋漓的反击 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山东大散事件 1999年韩国的政客为了讨好本国的农民 解决所谓的大散价格下降问题 把从中国进口大散的关税 从30%调高到315% 并且拒绝了中国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 那么这一举动造成了山东多位农民破产自杀身亡 中国被迫发起反击 停止从韩国进口手机和聚息 经过半年的拉锯 韩国方面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承诺累计进口10万吨左右的中国的大散 但韩国事后并没有履行协议 中国也再次停止进口韩国的手机 最后由韩国隆林部出资三分之一 完成了大散进口的额斗 这个事才能告一段落 所以这位隐形院检察官如果上任了韩国的总统 我们还是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迎接他一段时间内的胡作非为 这个过程或许会持续一年左右的时间 等到这个周期结束以后 新任的韩国政府就会认识到 在自己所面临的诸多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压力之下 无端的搞坏和中国的关系 实在是太不明智了 当然到了那个时候 中国是宽宏大度的接受中韩关系政商化 还是要求韩国为此做出一定的补偿 那就是一件可以自由选择的事了 这一次关于韩国总统选举的事就聊到这里